是提供給大家 還有參考 現在我要來講這個媒體的把戲 大家知道嘛 我們這個社會 都是由中國民體控制 我這是一個忙碌 很粗味的 大家團隊我 可能在座有人看到 我先來做一個秘密 你如果要說 大家再來說 我先來讓自己做一個測驗 他要叫你看白 白 來 這裡有六個白 大家真正看白 你知道如果你說要愛什麼白 你放在你的心裡 不要跟別人說 也不用跟他說 我絕對把你心裡中 你要想的那個白 把你拿掉 來 他叫你再仔細看他那個白 每個人都要看 都要選一個喔 來 5 4 3 2 1 算好了 請問你的白有走嗎 有嗎 沒有 來你再選你就給我選 你的牌當中你一定 你一定要選一個牌 我知道在座有人知道 答案我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你的牌沒有被我拿走才怪 對啊 拿掉啦 每個人一定會被拿掉 為什麼有人可以告訴我原因 答對了 來 大家看 你原先的牌都不一樣了 好 這個學員你有你的想法 表現什麼 我們媒體就在跟我們玩花樣 媒體就在玩花樣 拿個四四而非的大家來看嗎 這個要是你有花樣嗎 我這樣說你就知道嗎 他是不是跟你玩花樣 牌有四個這個選擇的牌子嗎 四個mark 媒體的花樣更多了 所以他們就玩弄這種媒體嗎 我把它做這樣的解釋 你的頭 你的腦筋有顆粒嗎 你有乾淨嗎 你的想法有沒有很清楚 你是不是一個明理的人 你可以判斷是非 你可以嗎 你可以嗎 可以喔 如果訓練你可以 媒體要跟你說什麼 他只是在耍花樣 這個就是很好的比例嘛 比喻啦 對不對 我跟這位學員一樣 你們先前沒有看到的才算喔 看到的你說那就破功了對不對 先前讓我看到我就知道 那就花樣不對了 就表示說你基本上你有這個概念 你有這個想法 你沒有隨著他催眠 就能夠把你的牌騙不見 根本不是催眠對不對 他用了一個花樣嘛 要給你騙 這樣我點到這個 這個點到了 你們就會有領悟到 對不對 我是說啦 這個很矛盾喔 我們動作娛樂啦 開心看就算了對不對 但是這個娛樂這個人 要用詐數去騙喔 你又不會分辨喔 還不是一群笨蛋對不對 我重點是什麼 人在跟你騙 你要讓我騙嗎 人要把你洗腦 你要讓我洗嗎 人要用這種中國的書頌 天鴨寺的 要跟你教 你賣嗎 你賣就沒有 你來台灣民進府 請問你拿出來的方案出來賣嗎 你賣嘛你去決嘛 那很好啊 我剛剛跟大家講 心智圖 魚骨圖 技藝術 你有想法了 你要具體呈現你的方案出來 方案出來又有問題要去檢討 也不是說勞民傷財的一些方案喔 所以我們要管理別人 要把台灣代理別人 還有更好的未來 你要換用心 你知道嗎 我不是要擔頭 你不是 都在想說你有心情嗎 你有想說有什麼好的方案嗎 你要改善你的人心 你的想法嗎 我不是在擔頭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如果擔頭 你不跟一般人一樣 你要賺這個 譬如說你要做一個行李要賺錢 你做這個錢 你把它當作是收財人 那錢也是死的嘛 你把這個錢拿去導注你自己 導注你的家裡死 讓他們更好的人心 或是說你更好的創作 未來 那錢是我的對不對 那你大家都怪錢不對 那是怪你的人的頭腦不對 你的輸口不對 這就是給大家去修想一下 大家問貴嘛 你給他看嘛 這medio就是騙的嘛 他這邊是這樣嘛 就耍花樣嘛 上台殺人真相在哪裡 問貴給你報說 必救救青 為什麼他要這樣報 就是他上面還有一個人跟你操縱 對不對 你要去操縱 你要知道事實真相嗎 大家回去去拿個筆記 今天某某電台在報導某項事件 你給他筆記 第一項有懷疑的是什麼寫起來 第二項有懷疑寫起來 用心智圖把它寫起來更好 你就去判斷了嘛 他這個是跟觸別的卡通 我有剪接的啦 他說要求上帝去改造台灣的媒體 但是問題是 那個現在台灣 現在台灣的上帝就是媒體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他要求的對象不對 因為台灣整個架構就在中國的媒體上面 你怎麼去求上帝改變 你就要把這個東西挖走 這個怪胎挖走了 你根本也不用去祈禱上帝了 你就台灣民政府 你過來大家來改革 你要求的你就 本來就大恐龍你還去要求他 台灣的上帝就已經是媒體控制了嘛 中華民國體制控制了 你要要求什麼改變 我這樣做解釋嘛 台灣的八卦是 爆的是什麼 這個爆中國 就爆他是什麼 他多好多好啦 什麼武力多強多強 然後爆美國的八卦是什麼嘛 爆台灣的什麼政治什麼藍綠對抗嘛 真正的民生議題也都 都沒有真的很注重 要不然就爆那些自殺幹嘛淹水的 那些社會負面的一面嘛 對不對 來 我們來看這個圖 這個就是311 大家知道嗎 那個311大海嘯 日本嘛 大家去看看 在第一時間喔 美國144的人 來日本 就是搜救 這個就是 俄羅斯 他派最多人的 155的人 人來看韓國 我跟你說 這是第一時間啦 韓國後來是有派人來啦 他沒有說沒有人 然後台灣有28個人 欸 每個國家都有國旗呢 台灣怎麼沒有國旗 然後有促鼻的網友就把他加一個什麼叫彎娘 什麼 他說他有什麼歷史背景 他說代表那個國家的他的風情民俗 他就弄個個萬兩 他說這是二次大章一個什麼一個 一個故事的人物啦 就是一個卡通人物啦 這個我們不去談他 我們談的是台灣沒有國旗耶 那為什麼沒有加個中華民國 大家都在討論耶 這個是日本的媒體 他們知不知道台灣民政府 他們知不知道台灣國際地位 我告訴你 他們絕對知道 他們知道就不放中華民國的國旗了 因為他們知道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嘛 要不然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是媒體喔 他要把真相報導出來啦 我個人認為 人家日本的媒體 他的程度還是比台灣高很多 我只要讓一個事件當中讓你去了解 媒體他對社會 對國際他們的責任跟義務是什麼 不是說我親切薄薄 那個程度比較差的 這個放送的人員還是說採訪的人員 親切薄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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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 那我們現在再來講說 中國人 了解中國人 因為我們一個中國的體責裡面 已經生活不七十年了 不好意思喔 因為現在是兩點三十五分 都是要休息的人 就先去休息 那鬥不了的事情去休息 我現在的問題比較多 我就這樣看過來 現在了解中國人 是因為 人在中國的體責裡面 共生哪有七十年 人要怎麼脱脱 我們就是要去了解中國人 這有時客戶和食蠟子 有時客戶和食蠟子是什麼意思 這是今年三個高級班 這個小明目善行 他講了這個故事 他日本傳統的一個故事 這個叫做天造大神 天造大神是誰人 就是他創造的神裡面 三個貴子 他叫做天造大神 天神就是叫做 他的名字叫做漢文 什麼衣裝若尊 裡面當中的一個貴主 叫做天造大神 他管理日本某某的地方 這個大國主席 是他建國之神 他就管理日本 另外某某的地方 一天他就過來 他就問他 我就是用有時客戶 來管我的國家 你 你是用有時客戶管理的地方 我是用食蠟子 天造大神說我用食蠟子 你是用有時客戶 食蠟子跟有時客戶什麼不一樣 這食蠟子就是說 我給你教導練人民 天造大神說他用食蠟子 他說他用食蠟子 一 我教育我的人民 我讓他有資的權利 我教他什麼事理 我教他什麼創造好了 讓他有懂的事物嘛 那明白道理對不對 這個有時客戶是什麼 這意思大家患問一看就知道 我佩戴著東西嘛 你是我的東西 你是我的附屬物嘛 你是我的附屬物 我想要給你怎麼樣 是不是看我高興 這個 那個食蠟子 食蠟子就是說 我這個天神 對不對 還是說 他剛才說是天造大神嘛 我們現在是說天皇 我再來說天造大神 這個天造大神 他是天皇 就是現在日本天皇 也十足 他的後代子孫就是神武天皇 日本的天皇第一位就是神武天皇 這是他的祖先 天皇他委任政務官 我政務官 我也是教導你們怎麼去管理 怎麼去了解民情 我同樣用愛護的方式 把你就是栽培你 也是希望你同樣的方法去教導人民 把人民也當做一個可以愛護的對象 我也要管理你 我也要給你支的權利 我明白是你 我不會蒙蔽你 我也不會玩弄你 也沒什麼媒體啊 要給你洗腦 我完全讓你有支的權利 教育你 這就是現在日本天皇 他教育他的政務官跟人民的方法 你如果中國啦 他就是那個 那個穿子就能夠翻譯成知能 他就是用有時客戶 有時客戶就是 你是我的私有物 你是我的問題 你對你的問題會愛惜嗎 他在中國傳統的思想裡面 他對他的問題不會愛惜 我要怎麼給你 要給你留下去 要給你打 要給你沾 我開心 所以你看他們中國的歷史當中 都是一個影響出來 他做皇帝之後 我感覺做皇帝很爽的 很好的 不好意思說 應該說我做偉大的 我就是要怎麼幫你 你就是幫我統領 你就是幫我統治 我開心要跟你怎麼樣 可能他們剛開始有幾個盛事嘛 後來就變冷了 他感覺嘗到這個君王體制這種 無窮的這種威權 我要愛什麼就是什麼 金民財 美女什麼都有 我搜刮明子明膏 我種稅給你 底下的人民氣啊 不滿啊 對不對又很群起那個什麼 蕭雄啊 英雄 好啦 都起來好了 還把這個王朝煙到哪裡 煙到哪裡 他們做王之後呢 結果也是這樣 吞打他們自己的人民 一代都這樣 我們來看吧 這個島就是一個國家 他們一個國家演變嘛 這神聖龍馬畢國 你看他之前他統一了 然後他又被分解了 他們都是這樣的 我現在做一個皇帝之後 我就把你們一個人民 當作附屬物 我的東西 我要掌握的東西 我高興對你們怎麼樣就怎樣 然後你被打敗了 新的一個國家起來 一樣用同樣的方法嘛 但是你看日本這個喔 紅色這個喔 他們一世萬代 天皇的制度 永遠沒有被推翻掉 為什麼 有人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嗎 我剛剛說了嘛 他們是怎樣去教導人民的嗎 他們把人民當作自己身上的一塊肉 人民怎麼會把它推翻掉呢 你看日本天皇的體制 現在已經到了一百多代了 他們有兩千 兩千三百多的歷史 他們都是這樣啊 他們雖然歷史也有打打殺殺的 可是他們未曾把這個軍王推翻掉 原因是什麼 所以我重點要講什麼 就是當你要去接任一個工作 你除了有創意的想法 你有提案的制度 你管理的方式是什麼 你要怎麼去管理你底下的人 這個我也是頭很大耶 因為他70年被中國的意思洗腦 他管理的方法就是中國那方面的 可能你自己本身也受影響 你要怎麼管理 我在慢慢跟大家講我的想法 慢慢從了解中國人開始 你去找一個出路 怎麼去管理會比較好 我也是在想這個啦 因為我也是素人啊 大家都是素人啊 我們先來講中國啦 要來講中國跟西方邏輯 這個我都打問號啦 那西方的邏輯是打金湯號跟問號 你有沒有西方的邏輯 你中國的智慧在哪邊 的確他們也出過幾個思想家啦 什麼孔子孟子什麼好 可是他們那一套 教化他們人民 可是他們君王自己沒這麼做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教你要知道這個學說 你君王你沒去實行 還是說 你這個只是統治的一種手段而已嘛 你叫人家去念 叫去讀 散播這些知識 但是你沒這樣做啊 不是孟子說什麼君為清 什麼 後來說名為貴 有在做到嗎 有嗎 如果有做到 他就快要推翻掉了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這些學說 只是放在那邊 沒有實現啊 這有什麼意義 所以要融入一些西方的東西 他們為什麼會比中國還進步 原因在什麼 這個柏洋啦 大家知道柏洋什麼嗎 他們自己說他們自己的喔 他們的文化 他們那個國家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喔 他們自己說的喔 他一個匠缸文化 官僚主義 他說他六個性病毒都感染嘛 他說 欸 六個性病毒感染 我不是八個宮是不是 是百度不清 意思是說 別人的民主未來 他這麼難吸收的意思啦 他形容說 文化是一個病毒 我覺得他們中國人也是蠻可憐的 我現在要說的是 你在這個匠缸文化 在中國匠缸文化裡面 你有叫這個匠缸文化 有黏到嗎 你一個一個自己來檢討你自己 我一直想說 這個所謂的台灣的達人喔 大家知道嘛 某某達人啊 什麼 什麼省錢達人啊 什麼胖達人啊 什麼 什麼 我是什麼 什麼 高手啊什麼 其實我覺得他這都是貪小便宜 都是一些 扭曲的這個 作為啊 沒有腳踏實地的 你先去檢討你自己 這個喔 畫家喔 雖然我沒有看到 這個畫家裡面 他的思想是什麼 但是我看清楚這個思想 就你眼裡看到的 呈現出來的 就是你自己 你知道嗎 這些畫家裡面很多人 對書 你說的人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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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micND 其實祂在自己 dazu 因為你大家知道 你要指 Bears telling人怎麼會 semic經 其實你四隻手指頭 Raz在指自己 你指著別人罵 其實就代表是你自己 所以當你要罵人的時候 你先檢討一下自己會不會這樣 我一直很想举一个例子 等红绿灯 你看到红绿灯 多少人可以等红绿灯 你个性大概了解 谁能够在三晋半夜 还愿意等红灯的 全世界大概只有德国人会 人家的教养 人家国家民族性 教导他们人民应该要守无法 因为它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既然法律定定下来 你就要去遵守 其实四下无人 没有车子 你也要遵守 虽然说现在有一种按钮 没人可以把他戳下去 那个红绿灯换了 你可以走 OK 但是在没有这种按钮之下 你要怎么办 你还是要照人家的制度 不过这个虚设这边冲啥 这就是看出你有没有法治概念 你的修养跟你的教育程度 光明伦理在哪里 我觉得你看红绿灯你看 多少人会遵守红绿灯 大概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也是啊 我要赶时间上班啊 怎么办啊 这红绿灯虽然看起来好像只有五公尺 有的那个红绿灯很近啊 像捷律站 怎么办 哇 下一秒钟是红灯了 哇 你要不要闯 你说那种煎熬呢 哇 差一秒 就是我要跟大家说 你要去怎么去检视你内在 人家定定这个 你假如说这个规则不好 那你提供政府什么规则最好 但还没有提出来当中 你就要去遵守这个规则 这是我一直内心要生智潜逃 我当时就 你门一脚 好急 有谁在逼迫你 那你会不会做出不好的决定 你知道要懂我的意思吧 当你要去教训别人 你自己是不是该被教训 还是你自己没有这个缺点 随便大小便 三个礼拜前 我指着那个阿伯 你怎么可以随便大小便 你走在路上 你会不会跟阿伯说 你不要随便大小便 你有没有这个道德勇气 就我刚刚说的嘛 你有没有勇气改变自己嘛 我跟阿伯说你要找便宿喔 你阿伯说我找没便宿 我说有喔 在地下是这个台北车站 哪有可能没有厕所 他点点嘛 我就在研判说他可能失智 或是有可能 他是喝烧酒 还是神经有问题 因为一般在台北这个环华的地方 台北车站就人群 有那么多跟 赶在人家转过来 就是台北车站那个忠孝西路了 他居然在忠孝西那边转个弯 就没有几步路里面在那边 转流 我好像就看到了 可是我有道德勇气告诉他 因为你这样子你会有进步的空间 可是你可能会被打啦 被骂啦 那自己还衡量 因为台湾这个社会 一变得是是而非啦 不管 我不想管事 都没事 但是你不管 那你看啊 弱势团体就在那边 没有人伸出援手嘛 这个社会道德勇气就没去了 敢要照顾自己而已 尽量自己需要帮忙 大家又没完事要帮你啦 这不这么悲哀 所以他就检视这种 你无时无刻去想到这个土 你就不会去轻易骂人 当你要讲出来 你去看看这个 你有没有本事讲对方 这个土就会在我脑海里 一直放松 就等于就检讨你自己 大家都知道中国思想嘛 其实虽然说他们一个是 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 其实他们是本质都一样啦 就是以党治国嘛 就专政嘛 其实差不多都一样 他们是兄弟啊 美国人会比较喜欢国民党 是因为当时二次大战是同盟国嘛 他可以反共啊 现在他不反共啦 干嘛还要国民党 国民党他们两个好兄弟要末座会 去摸啊 去平坦去摸啊 对吧 还我们台湾来啦 我个人认为大家了解这个历史 不要在那种他们中国的思想里面 在想他们共同造假的历史 我再来讲那个哦 刚刚讲的这个满有趣的哦 这个中国的朝代有一个元朝对吗 你知道元朝的 他们说元朝啦 你知道他们的那个陈基斯汉吗 大蒙古帝国嘛 那时候他把中国灭了 杀了中国人几乎快要绝肿了 是后来有一派说 你要留下几个中国人 帮你做一些什么 你可可的事啊 他们以中国人治中国了嘛 他几乎要把中国人给灭肿了 他们也统治了整个欧洲 中国人把他们认为是一个朝代 蒙古人看不起他们 蒙古国现在 我们陈基斯汉是怎么伟大的领导者 把你们中国灭掉了 你们觉得还把你灭掉又把你杀了 你们一堆中国人你觉得还歌颂他 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譬如说啦 我说了 跟你老婆老婆 你做伴人来台西了了 你说你是我伟大的统治者 你懂我的意思吗 人家国际的角度是怎么看呢 你是从蒙古帝国分出来 不是人家是你朝代 你懂意思吗 以世界的角度来看 若是说你要用这种定义来看 那欧洲几个国家都可以把元朝 他们所谓定义元朝 把蒙古帝国当作他们朝代 这是多么奇耻大卢 他们不敢面对人家外祖 把他们灭掉这个事实 他就说就我们朝代 你是我们的 人家就说你们中国也是有去思考 怎么这么看来说中国的智慧 你这在说 网路就是有一个什么票选 什么就网路可以监督 他们说网路监督就好了 反正有在灌 我感觉有啊 政府有在做事 可是西方说怎么可以这样 你当然要设一个法治单位 你要有一个效率 你要不能够文宣用这种网路 认为你已经有在做事了 什么网路监督 你一样是人质嘛 你一定要设施一个单位 法治单位来管来监督政府 你怎么都是靠网路的什么 他们就想到想 有啊 不错啊 网路这个idea不错 就这样做好了 再来他说这个啦 他这也是一个那个 一个帝幕啦 他说美国帝啦 这东印度公司就是英国人发明 那个公司嘛 他帝不由美国人 美国帝比那个荒兰帝更好更熟 请问一下 若是你是 你是那个人 你要买美国茶还是买荷兰茶 他们中国人没有考虑一个点 因为东印度公司 它是什么公司 他们是大英帝国的公司嘛 他们的逻辑是什么 大英帝国都在保销他们中国嘛 你还给东印度公司 不然这个虽然说 我们现在不论 就是哪一个国家出产 你就想这种逻辑 我帮敌国赚钱嘛 因为你买茶一定会缴税嘛 帮敌国赚钱 然后敌国再来压制我嘛 你有这个逻辑吗 我宁愿买贵的茶 我也不要我把这钱 少少要钱 让他们的公司再贪到贼钱嘛 大家知道吗 这就一个道德观跟民族的 那个 有没有相信你 那种心来看嘛 你不能说眼前对我有利 我买 那个熟的茶 我还买出去 我赚的利润 但是你没想到你背后的老板是谁 你帮背后的老板赚钱 像我们台湾人也是一样 你背后就是中资嘛 你现在只是要你自己 目前的利益嘛 同样是台湾制的 日本制的 美国制的 贵了你要买什么 我买中国制的就好了啊 我小小的我的一趟钱 但是你有想到中国制背后 人家说背后的老板啦 你如果背后老板是中资的话 你帮他们赚进多少外汇 他再来打击我们台湾 你台湾人在想什么 很多台湾人是这样的人啊 有没有 啊你是不是 你是中国人的孳孝嘛 我有勇 我有吵死 我也不要去买中国的东西 因为背后是中资 我宁愿买贵的东西 我至少我不是敌国 将来要对我台湾不利的嘛 你这想法你有没有 我们再来说这个啦 因为中国就是 很怕人民聚集啦 聚集就以为说他们要造反嘛 法轮功是最可怜的 人只是法轮大法 人不过是一个 在我们台湾的眼里 只是一个什么 运动的一个团体而已啊 他把他弄作多严重 我还要造反啊 看他们国家多可怕 不群人民有机会自由呢 你看我们台湾有机会自由 以前都没有台湾 也是白色恐怖喔 这样喔 跟法轮功怎么造反 关起来 不但关起来喔 又把他们的身体就活摘 可能把手脚打麻药 直接把你帮你的内装出来 拿去卖 台湾也有做这种勾搭 要销路啊 他有卖给其他国家 你当然也有卖给台湾人啊 你台湾人你有良心吗 你在帮中国销路耶 所以我们在中国人的这种阴影底下 在过我们人民台湾人的生活耶 你多苦呢 都给你带到 金钟照照在你的大脑里面 你没有可以挣脱吗 所以拜托大家 坚持你在台湾民政府的法理 然后你在你外面的亲朋好友 就是你路过的 你跟他讲一下台湾民政府 让他们有一个我刚刚说的那个V电位 至少不要让他们说不知道 我刚刚坐机程车 那个机程车司机也讲说 我告诉你 你知道台湾民政府吗 我只怕他说他是中国国民党的 然后要跟他玩家 我慢慢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 俗秀的人 跟他说 因为你对那种很偏激的 那种中国思想的人 你放弃 但是你对于说对不知道的人 然后还保持 你可以讲的人你才去讲 但是我希望你去讲 你能影响多少人 算多少人 因为他们很可怜 有些人还是不知道的 那有人知道是当做不知道 有人根本不信 所以我希望你在你的位置上面 你除了巩固你自己 目前我们要做的法力 还有你还把法力传扬出去 你有这个责任 你有这个使命 他们中国人很可怜 这样就把你活在你的人体 拿去尾 然后台湾也被他影响 变成一个不道德的地方 中国人 我是希望中国人民幸福 虽然说他们的国家是流氓土匪的国家 现在是有在进步了 还是因为他们改革开放 没有西方欧美的力量 他们自己中国能进步吗 就像毛泽东这样这样插鸭鸭鸭鸭 然后是怎么去糟蹋他们人民 你若不说 这个后来邓小平改革开放 因为中国也不会有现在 可是他们没有政治改革 永远都是一个不定制的大胆 你别想要相信他们 就是说 你这个不是以人治国的 或是居心不良心速不振的国家 你们中国人民要有幸福 真的蛮困难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 我还是希望中国人民幸福 希望他们有一股力量 因为他们幸福至少不会少到我们 不要我们被他影响 被一个流氓永远这样 准备把我们吃下去 我也希望他幸福有一个好的 一个未来有一个好的政体 希望他们能够学习西方文明 然后有优良的教育体制 一个人性的管理 人文钢厂 他们这个国共内坛 死了多少中国人 其实他们中国人真的蛮可怜的 那早前我们被中华民国 这个体制里面的 白色狗木等等 我们死了很多人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这样的 这个我们台湾人 能有自己要追求未来的 这个台湾民政府这条路 大家一定要怎么讲 不但要去研究法理 而且要团结 我们现在讲一个中国思想 有这个诈骗 他们有一个各种的体系 来去骗人一个拉一个招揽 他们觉得钱很好用 然后到处去招募一些共同诈骗的人 那我要讲的这个要发八分钟 来看这个影片 这重点是在讲说 不断的这个贪念的恶魔 不断的从你身上窜出来 请问一下 你不知不觉陷到这个陷阱里面 你怎么能够把它脱颖出来 或者说你是不是自己是陷下去 我们这个段影片 我们现在把它放送 有八分钟 我一字都不要 那个流程都让大家看到 我都不会去把它剪掉 让大家去思索 你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你能不能站得住脚 那魔鬼的化身是什么 因为八分钟很长啊 我本来就是 可不可以看了几分钟 但是我还是让大家从头到尾看完 那看完的目的 就是让大家去判断 那个贪婪是怎么出来的 这个是一个英国 一个漫画的天才 他把这个思维 一样的创意的东西 把它构成一个影片 让一些小学生 他们儿童能够认识单字 也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你看他一看了 头发就是有什么 他把这个 头发的毛剪下来 要做成平革嘛 哎贪婪就出来了 大家再慢慢看那个贪婪是怎么出来 好 开戏 想要把这个头发白 诶 奇怪 哪有一个人 龙子出来 这个龙子 就是魔鬼的诱惑开始出来 他觉得很奇怪 哪有什么黄蜂 或者是一个虎心鬼来 要用去拼 拼一个金 那个玉米出来 那个 转酒 或是什么黄金 或是什么出来 还有什么这几栋 墨水 或者是什么 隔代的那个 那个 他也没有出来 那时候古代是在杀利的 他如果在想说 哦 原来他在吃那个 不像那时候 有虎心 有黄蜂的阁 他就把这个变造 变盲 变盲 虽然这一个红子 虽然这一个卡通 但是他要跟你说 你的贪婪是怎么出来的 这个好像是财神爷 好 要捏捏 他怎么没去呢 他在怪这个猫 猫是不是再吃下去了 好 要抬那时候 走出来 都没看着 他还要吃 他还要吃 他给他吵说我要吃 我要吃 这就是魔鬼要来给你诱惑 说我要爱这个 你要把他伴到 不然你结果是什么 好 好 他感觉说 我这样还不够哦 那个 引来的黄蜂 跟那个虎心 不够多哦 他把农场的 所有生物抬掉了哦 哦 你看哦 你为了金钱可以这么残忍哦 你不要以为你不会哦 你有没有检验你自己 金钱的诱惑齁 跟魔鬼齁 在那边操作齁 可以灭一个人的人性 啊 这个魔鬼就一直变东西出来 变 妓丹的东西出来哦 哇 好高兴哦 看这么多钱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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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哦 因为那个魔鬼这么偷要黄蜂跟虎心哦 但是虎心一直生出来啊 哇 变这么多妓丹的东西出来 哇 你看那一層一層 虎心的蜂子 变这么多虎心出来 哦 哦 鱼丹当中 好像在 放那个烟火咧 一些对 鱼丹的东西都变出来 哦 旺鱼丹 好 继续吃 哦 我变这么多钱 我可以安心来睡 哇 都蹭到干净了 还好变一个什么 号角出来 我已经 我已经吃饱了 我穿起来了 可是他还要吃东西 好 好 他要站为己有嘛 把魔鬼关在自己家里 把魔鬼想要我可以给你拔掉的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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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 他要把它变出来 也要把它变不下去 又变吧 因为他什么 魔鬼操作的一切 你认为你可以把它关注 你认为你做过的一些贪污的事情 永远都不会发现吗 好 好 好 要不要拿到大家的问题了 好 他要把那些贪污的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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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瘟 别人 LY 魔鬼也不太好 你控制他的開口 可以變成這樣 還有很多假象 本來就是魔的東西 本來就是假的東西 所以你擁有的財富 不是正常的方法進來 阿伯也是沒上去 這虛晃的 你不覺得難科一夢嗎 就是因為你的貪婪 那下場就是這樣 他繼續在騙下一個人 下一個有貪念的人 大家思考一下 想一下喔 以後你去接一個工作喔 這種誘因跟貪念就會在你身上跑來跑去喔 好 我們結束 那這個是某個日報統計的 他說 其實他不應該用台灣政府 現在說中華民國 他們這個媒體壞的都講台灣啦 好的都講中華民國 這就是中華民國體系 以下你看這個代表是 他所謂的中華民國目前的治理台灣的政府 你看這個藍色的就是貪污嘛 司法體系你看35%耶 你再來看警察也16%耶 你看警政機關這個司法的貪污的這個狀況也很可怕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現在講到管理的體系了 你在接一個工作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管理的方法 當然我必須要先講一些法理 我是用歷史 先時間 歷史跟法理 三個把它結合 你要練那個新台灣論會比較好唸 不然那麼厚一本你怎麼唸 剛開始我也是唸不來喔 哇那法律的東西好堅設難懂 還有以前我告訴我的 他的方法 都不一樣 很頑皮 後來我就想過 我就用這個年代 跟發生的事情 跟法理把三個連結起來 這個就真的比較好唸 我回家試試看 我們先來說 日本 台青帝國跟條線 到底他們是什麼瓜葛 跟台灣又什麼關係 很奇怪 他們喔就是兩個大國家 都在想這個條線嘛 想這個條線本身也台南這麼多嘛 後來他們兩個人 就是兩個國家就說 不然訂一個天津條約 他們發生什麼事情 你統治我 我統治你 那如果在那個 這個一百九十五年這個 時間上有一個 條線一個東學黨 又在作亂了 他們就在說 你有什麼 你怎麼要撤兵呢 坐哪兒坐去 就在這個防海的 這個洪渡 發生海戰 就在修拼 修拼 就造成這個賈府戰爭的開始 宣戰是在八月一號嘛 1895年嘛 宣戰就是開始 國際法都是說 馬關條約 一百九五年四月十七 跟這個宣戰 這個時間 差多久 國外啊都看不贏日本 覺得日本是小國 怎麼有可能打贏打清帝國 結果人家一起擁有北洋艦隊呢 這個這麼現代化的北洋艦隊 還沒八個月就被日本人打敗這樣 他們盾衛都很多 盾衛啊 那個輪船 那個 他的艦隊的盾衛喔 可以放裡面很多 什麼炮彈啊 人員啊 覺得日本只能放那麼一點點的盾衛 絕對會輸嘛 結果人家日本贏了 簽訂那個下官條約是 這年代都要記喔 一百九五年 五月八號 信號 這都等我來講喔 我們先來講 下官條約是什麼 下官條約大概 台青國 這個台風的八下 跟台日本 這個台風的八下 這就是天皇 他們叫做Emperor of Japan 簽這個條約 來用 對台灣有關的 第二款 這三個都歸給大日本帝國 這是跟中國的一個利益 我們來看這邊 第二款的第二條到第三條 台灣全都跟學習的都市 再來 偏偶的都 就是台灣跟平洋 這兩個地方 這個有那個 格蘭嘛 英國的格陵 尼次這個經緯堂 這樣給你 給你用得很清楚 你就擱這個地方給我 這個就是證據 證據就是 這是日本天王所有權狀嘛 我們是明明白白 我問你下官條約嘛 從大清帝國 割給日本 大日本的證據 他沒有偷竊喔 他們擁有台灣 剛開始是有兩派人馬 他說 日本 怎麼會 你看 割給我 然後高砂族那個土地 也不是你們大清帝國 你也割給我 我要花時間去治理 又要去 跟你們管理那些原住民 就現在所謂的原住民 喔 他很累耶 兩派人馬說 沒有賣給法國好了 喔 很累耶 後來另外一派說不要 他們要擁有台灣 他們一開始就已經 把台灣 要怎麼擁有 就是皇民內地延長主義嘛 每一個階段一個階段都有在做 直到1937年的4月 要正式的跟你皇民化 他給你兩年的思考 你要做日本人 還是要做中國人 如果做中國人把你搶回去 那搶回去 那搶回去 那些人 過不多久還回來台灣 過來 一九十五年 這個明治憲法來賓 我擁有那個參戰權應該 那個參戰權 就說我賦由你 就把你認定你是我的人民了 我有你這個權利嘛 所以二次大戰有一個高砂 大義勇軍嘛 那也是 我給你有這樣人民的義務 就是你要當兵 那你要為國家來奉獻 留立這個權利嘛 那台灣當然也有這個參政權 台灣也有議員 參與這個大日本 他們的一個參政權利 台灣已經是日本 永久不可分割的土地了 他如何去放棄台灣 可是大家來看 又怎麼看中美國政府 剛到來看 日本天皇保佑台灣的所有權 已經跟大家講過了嘛 下官桃院 白紙且黑字 法理根據 這個所有權杖就是日本天皇的 剛才也有跟大家講說 黃明化跟明治憲法 這就跟你講說 你已經是我的人民了 明白 這個台灣就是屬於日本 大地的日本帝國的 當然他對你要有建設要有責任 包括造戶口 大清帝國不是擁有台灣 那個六個漢人騰捆區嗎 他有造戶口嗎 沒有 你死在外面沒有人理你啦 一堆白骨也不知道是狗的還是人的啦 日本花了十年造戶口 把台灣所有的人全部 造戶口 造戶口 你是誰 門牌號碼 你兄弟姊妹是誰 寫 你有沒有喜瞎片 上面都有寫 尊重你是人 他是人民耶 我剛說的 天皇是什麼 給他們人民 愛護他們人民 從這一點 大家都知道造戶口 這是多麼不簡單 花了十年功夫 再來縱貫線 你說 那個大清帝國 他做的那些縱貫線 沒有 他只做到新竹 而且他的規格 像北門站 大家有去北門站嗎 北門站 要地上出口 有寫什麼流民船 什麼誰誰 建造 北門什麼什麼 鐵路的什麼事蹟 裡面就是沒有大日本帝國 要嘛都清涼大恩寫帶過去 他們有沒有詳細記載 沒有 他們都講他們所謂的 清朝也是他們的國耶 清朝滅了中國 他們也是認為清朝是他們的朝代 一樣嘛 一樣的道理嘛 我被人家滅掉不甘願 這樣很難聽嘛 就他是我的朝代 你去講大清 我覺得這也是蠻羞恥的 他沒有說日本是怎麼建設 他也是有些縱貫線 把那個不合覆規則都聽過 用那個現代化的這個材料 去做這個鐵路 他說嘉蘭大軍大家也知道嗎 八條語義 剛剛說的內地延長 然後博物館 他這個台灣博覽會 也是在新公園那時候 有很多的活動 他們史證40年 所有的這個政策 以及這個政績都有顯示出來 我跟你講 這就是台灣 就是永久不可分割的土地 屬於日本的 不是殖民地 不是市民地喔 如果市民地 建設要做什麼 我就叫你繳稅就好啊 我叫你繳稅就好啦 我要你的錢就好啦 我要你的資源就好啦 我幹嘛幫你建設 你光是那個縱貫線在花多少錢 照護口也要花錢耶 然後你知道嘉蘭大軍 五千萬的立票耶 又墜加耶 我平常還要做這個 買這個一張啊 我賣給法國就好啦 你怎麼還把台灣認為是實民地 是中華民國這個流氓政體 要醜化這個大日本 醜化日本人 要把你說日本人 全面變成中華民國 沒有經過台灣人的同意 然後隨便給我們變造 你怎麼說 你如果說你就去死 我告訴你 你看嘛 他生嘛 他知道他要贏了嗎 他把1比1換成台灣銀行券啊 救台幣先給他脫手嘛 是不是 再來他要19 你看1949年 你又把一塊的這個新台幣換賓石 把這個古代表給丹起撒 不是四萬換一塊 說一朝一夕把台灣人當做中國人 你要把台灣人當做中國人 好可以 你有愛護台灣人嗎 你要某台灣人當中國人 你有愛護我嗎 你來台灣的時候是搜刮明子明膏 那你打 你們所謂的國共內戰耶 台灣死了多少人 北越也是他們那個 蔣介石派來的入漢一樣 他們越南死了兩百多萬 出一個胡志明把他們那些 那些那些叫做軍隊把他們趕走 這以後網路可以上網 我有講 因為時間還有剩下十分鐘 你講到這段歷史 你就會覺得這個人的 我們台灣人要有自治的權力 要有事實的歷史啊 要覺悟耶 你不要再想說 他們是怎麼用他們那一套 中國洗腦的制度 來變造事實真相 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還證明了什麼 大家先來看23條A嘛 美國為主要佔領全國嘛 這個流亡政府只是因為 他是二次大戰 跟美國是同盟國啦 他是來代佔領的嘛 日本天皇他就要犧牲台灣啦 他怕他賣國嘛 就犧牲台灣 然後美國就派那個 全改救嘛 什麼 賣水一般命令第一號嘛 他來占領台灣 占領台灣不說他要帶台灣喔 是因為他跟國共內戰那時候 美國說讚成你去打中國 打中國啦 打英雄啦 打英雄啦 結果 那時候是幾次 但是他打輸了 他不夠了 他回不去了 回不去中國了嘛 他只是代佔領而已 代佔領終究要回去嘛 你要成立台灣的 這個被佔領地區的民政府嘛 他回不去了嘛 美國不說不虐待一下 美國也是幫兇啊 所以美國 美國我剛剛說了嘛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他有決定嘛 蔣介石來代佔領 那時候 他又怕那個外面那個共產中國 來讓整個這個東南亞 或是整個那個太平洋區 整個赤化 就叫人家就來反共 就走啊 台灣人民就變成一個犧牲嘛 所以美國有處 又必須要出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白紙寫黑字 他們一直在講馬關 不講馬關條約 說要廢除馬關條約 他們又說 那個開羅會議就是條約 就是把台灣割給中國了 錯 他只是一個開會的紀錄 他們對外聲稱而已 我開過會 他不是條約 條約是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是最高層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們為什麼從來不讓台灣人知道 你們知道嗎 教科書有寫嗎 都在寫開羅會議對不對 開羅會議啊 他就自己說開羅會議 如果要跟他講開羅條約 條約就不是這種 條約的結構跟會議的結構文書 格式都不一樣 你說票竊 哪邊說票竊中國的土地 台灣 我來講嘛 他只是六個囤囤區 他沒有建過台灣的主權 你要怎麼還給你中國 我要還那個六個囤囤區嗎 你怎麼還啊 還有你說我們竊據 馬關條約怎麼叫切句 還有你開羅會議是 戰爭的時候的聲稱嘛 你打敗仗 日本打敗仗 要戰後的規定嘛 就是舊金山和平條約嘛 說不定來說 他這是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管轄權 他說All right 台北有很可憐 這個都是管轄權 這不是Sovity Sovity是這個 他如果說放棄主權 他為什麼要寫是不是 因為為什麼 因為那個阿共的毛澤東 那時候的共產中國 他侵略韓國嘛 台灣哇 這個中國 拜這個台灣的海醫就慘了 他就變成把天王的權力懸空 就變這個中國 這個軍改就來戰了台灣 就這樣一年混一年 混到說我們2006年10月24號 我們寧志森博士 帶領228去控告他違反人權 你把他轉播的歷史真相握出來 讓台灣人知道你現在在幹什麼 不要在那個框框裡面去過你自己的日子 我說得很 說你講太多 我這個鳳凰浩的意思是說 他要去蒙古探勘 如果載去蒙古 譬如說跟我們台灣 本來台灣是去用台日本帝國地理 結果因為發生太平洋戰爭輸去 跟我們台灣 掛念 就是不是掛念 跟我們台灣這個 向美國來主張 我們栽進去的沙漠裡面 讓我們現在飛出來 以後再講 日鎖美戰 台灣民政府 帶領我們台灣 飛出這個沙漠 讓我們擁有心聲 我們一步一步要怎麼實現 除了我們要堅定我們法理 說要訓練旅行政見 然後人性化的政策 一步一步來要怎麼走 這也有一個音頻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阿伯要去接種政策 我們都有這個需求 要允許 生理的需求 安全的需求 跟社會的需求 我們來講這個體責裡面 現在幾個年輕人 19K都不到喔 他的探勤 他的生理的需求都沒有喔 還有現在 發生很多的什麼 搶案 還有什麼 那個什麼食安 吃噴油 讓我們吃噴油 塑化劑 有毒的東西 台灣世神第一名 他連這基本都沒有給我們符合耶 儘管怎麼變成這樣喔 我們阿伯要去接儘管 我們要讓每個人都能夠自我實現 我們要最高層 我們要求什麼 你就要給我們什麼 你要做人的寡願 你都要有這種心情 你愛護人民 你就是要這樣做 好 這個順應馬斯洛的需求層次 齁 人性化 人民有什麼 生活的需求 新增 你要怎麼去自你 不然像他新增的條件是什麼 再來 生命要擁有 我要有安全感啊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再自然不好 或什麼食安風暴 我連換下去都不能換 對不對 我來講啦 你要去接一個賬款 來法理 日暑美戰 這三個是我們的狀 你的專業 我說專業喔 不是一定說你 老闆讀書 是由一項 研究的問題 由頭上要好好研究 那就是你的專業 再來 我剛才一直在講的 惡魔的誘惑 你們要小心 因為中華民國的體制 中國的體制就是代表了貪污啦 所以為什麼 因為習近平要去打貪 因為他們太可怕 他們貪污得很可怕 現在每個地方都在暴亂 你現在爆出來的 那個都是非常嚴重的 媒體在爆出來的 這個三支劍放在身上 要接工作就好接了 我說這個 教導式的良性教導是說 你不再像以前喔 你學到什麼東西都暗蓋起來 你現在就是說 我現在教大家 有一個知識庫 你這個網路也可以去下載來看 你這都是奉獻的 你如果要這個資料 我PDF也可以給大家 就是說 要建構一個知識庫 讓大家都進步起來 我給大家進步 我現在講話對不對 是不是我可以說不好 你會給我指證 我也講師也要進步啊 你們也是 我講了之後 我今天講那麼多有一個概念 你也進步了對不對 這就是你跟我都進步了 我學習我教導的人都進步了 你這個團體組織才有希望啊 你不能說我上面的人進步 你下面都不進步 那不是跟中國方法一樣嗎 你是我的附属物嘛 我要你了解 我要你知道這個就好了 那個不要知道 我讓你學習這個 那個不要學習 可以嗎 你要無限的奉獻出來耶 你要教導你的底下管理的人 也要有資的能力 要教導他們耶 不是你只有你自己個人好耶 你要整個團體都好 這個團體才有希望 是不是 這就是教導式的管理 陳定然他就是用這個方法 把他們那個 這宜然經驗 他這個方法不錯 大家可以再想一下 我們絕對是像歐美一樣 拿了納稅人的錢 一點一滴都是他們辛苦的血汗錢 就要用在刀口上 不是中國人那一套啊 來來 口口來 貪污腐化 人家在幾年前訪問中國的那個 德國的那個首相 那個美克爾 對嗎 那個米包拿到肩膀 我把他拿起來 那如果說 這個台灣還是殺人 中國 不可思議 那肩膀的垃圾 就等到就好了 我先把他拿起來 那他說一句的 那是人民納稅的錢 我把他拿起來 我把他拿起來沒關係 但是從地上撿起來 你要在三秒鐘以內 把它拿起來吃啊 不過真的 以這醫學的眼光來看喔 過了三秒 以後可能就會汙染 那人也知道 快站起來吃 那又沒什麼汙染 就在吃啊 那中國人怎麼講 叫一個新的給我 不然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們的飯店怎麼服務這麼差 怎麼會讓我的麵包掉下去 這六個速度的理由對不對 你 我們TCG要建立的架構 我們要學習西方的文化 不是中國的那一套 我們做好就好好做 做不好 我們就讓給別人做 那不是在這邊爭什麼 爭權鬥立的 就這樣新陳代謝 一個笑話嘛 我剛剛有講嘛 這個笑話 你這個笑話也會落去對不對 你落去就新陳代謝 然後你就讓他起來 讓他退去幕後 我們為的是整個團體 這我是說中國教育體制下 對於他們的 會腳手人都唱一個秘密課 去給你打分手 不是從 跟裡面去教導你 應該要這樣的處事態度啦 這是我在我那個工作單位 看到秘密課 幫你打分手 你要做到這個程度 你知道嗎 你背後就是有一個人幫你打分數 你push你才會進步的 你不是從內在的嘛 大家想一想 這個醫療專業不是服務業 你不要用他們那一套 我們專業的素養 你要尊重我們 這樣也不要說 躲在暗處來對我們評分 你要怎麼訂定這個原理原則 要怎麼去管理 不是說像小學那樣 把我們這個體制內的專業人員 用這種小學方法 再訂定規則管理我們 這件事是 我以前在台北周有上課 你們可以上網打我的名字 然後這邊有幾個 我每堂都有上課 第一步你就要設定部署的績效目標 有效的溝通 再來你怎麼去考核他們 那講成一定要嘛 那現在就是還有 就是已經下課了 那這個有一個影片 其實上網去看可以啦 再來我 我說的這一套就是說 有創意跟提案 對我們台灣民政府改革跟德政 是非常有幫忙的 那為什麼要講到柯P呢 他是一個時代的人物出現 他也一個素人 他現在在中華民國體制下 選舉選上了市長 我們並不贊成 而且也堅決的反對 在中華民國體制下 你得到了什麼 你個人的利益 這個我們絕對的反對 但是至於他個人有一些優點 他在裡面講述到一些想法概念 我們提供我們一樣是 就是素人來講 裡面有什麼優點 他有什麼缺點 我們可以看出來 當做大家一個什麼 一個參考的點 一個學習的點 那大家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嘛 柯文哲演講有講了一個重點 我覺得不錯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說要解決台灣藍綠對抗 那就是要站在公平道義上面 我有跟大家講 要解決台灣的問題 也要在公理道義還有法理之上 我希望柯文哲他自己也很要明瞭 中華民國體制早往是要奔解的 他要了解台灣的法理 公理就是要法理 要不然公理要依據什麼 你告訴我 公平正義依據是什麼 傳統的人的道義嗎 沒錯但是你也要法理啊 你沒有法理你公理是什麼 我不曉得他所謂的公理是什麼 希望他去認知事實真相 那我們下課再問 那現在應該是已經35分了 我提供大家這個 這個 一個共鳴 一個怎麼說一個敲擊的點 像是那個B的這個定位 讓大家去思考 以後你要去看一個討論 你要注意什麼東西 那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 白嗨 forest 你問有什麼 好的嗎 我另外 key